美人农青栏目 从不熟悉到熟悉 现在是非常喜欢它了 据说有一个地方的蓝莓有四怪 这蓝莓有四怪我还真是没听说过 到底是哪四怪呢 好 广告之后咱就一块去瞧瞧 我的同事刘畅非常敬业 对各种农产品都特别的关注 常常在别人不经意的地方 发现这个采访线索 不知道今天呢 它又会给咱们带来什么样的新发现 听说有一种水果从无到有 短短几年时间在大连就发展了六万多亩 产值达到了二十多个亿 您猜猜这到底是什么水果呢 说的呀就是这蓝莓了 据说在大连呢 这蓝莓呀还有四大怪 蓝莓外形清丽脱俗 酸甜适口 且具有香爽宜人的香气 作为一种新兴的保健果品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而且因为价格相对较高 似乎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水果 它还有什么四大怪呀 在大连 庄和市是蓝莓最主要的产地 2012年庄和蓝莓 还被评回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刘畅这就来到庄和的蓝莓种植基地 跟蓝莓来个零距离全接触 在这个蓝莓的园子里转了一圈呀 我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 在同一个烧上的同一串果 又有这种青色的 又有这种红色的 还有这种已经变成深紫色的 您说这明明是同一串果 为什么不是同时成熟呢 这就是蓝莓的一个生长特性 从咱们初期采果到它的尾期收果 所以这个采收期大约应该需要40天左右 李贵青告诉刘畅 这些粉色和青色的果子 分别需要10天和20天左右才能成熟 成熟后要及时采收 否则果实会变软 耐出性变畅 同时为了保证品质 采摘必须手工操作 每天都有成熟的 所以我们工人非常辛苦的 每天都要注意观察的 其实摘还是挺简单的 您看用手轻轻的一摘就下来了 就是这熟果子还不太好找 还不错 您别误会 其实这是因为我第一次采摘蓝莓 所以理解 特别允许我一边采一边尝尝味道 好 鉴定鉴定这个摘的果子怎么样 这个活还不错吧 尝一尝我摘的 有一点酸 需要特别认真 你采的经验不足 你看你刚才吃的是这样的了 这果地的部分还有一点淡淡的红 这颗是完全成熟的 哦 完全成熟 就看它这个果地的部分是吧 那我把它这个 它掉看一下 这么一对比 真的挺明显的 你看这颗的这个果地部分 还是这种红色的 所以它还没有完全熟 对 不过我挺好奇的 不知道它这个粉果 这个是什么味道 嗯 挺酸的 它这个粉果的阶段呢 它就是没有那种香甜的味道 就是纯酸的感觉哈 我们导演太坏了 它让我尝一尝这个清果的味道 嗯 这个清果呢 它这个果肉啊 完全还是很硬很硬的 感觉啊 里边还没有这个水分 咬一口下去啊 就只有种很酸 而且带点色的味道 哎 不过我才想到 你看这也算是蓝莓的一怪呀 果实还没完全成熟 就开始卖 大连装和栽植的蓝莓品种 有蓝丰 北露 北蓝 北春 伯克利 布里基塔等15个品种 当然每个品种的果实大小 不可能完全一致 综合起来 中等偏大的果子 直径在20毫米左右 也就是比一脚钱硬币略大 比一元钱硬币略小 跟五毛钱的硬币大小正好相仿 相对小的蓝莓果实 单果重量在1.1克左右 中等个头在2.1克左右 而大个头的单果重量在3.4克左右 摆在流畅面前的14个不同的品种 通过镜头能看到 有的品种颜色要深一些 有的平均个头要大一些 那它们在味道上有多大差别呢 这个就得我帮您尝一尝了 先从这个品种尝起来 甜中带酸 另外它的汁水比较少 吃起来有一点绵软沙沙的口感 再来尝一尝这个 就是又香又甜 然后汁水也比较丰富 口感比较硬脆一点 这个品种它带有一种葡萄的这种味道 它们个头也比较大 汁水丰富 另外它有一种 带着一种玫瑰的一点 这种香甜的味道 但是其实从口感尝起来 它们之间只有很细微的差别 蓝莓果实中含有丰富的 超氧化物奇化酶 氨基酸以及钙甲心 维生素CE党 其特有的蓝莓花青素等物质 具有抗衰老和防癌等功效 尤其对提高视力有帮助 被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 列为人类五大健康食品之一 你看其实蓝莓和葡萄一样 它的这个深色的部分 全部都在它的果皮 而里面的果肉 是这种白里透着一点绿 它的籽特别特别的小 吃下去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你看蓝莓无论是它的果皮 果粉包括它的籽 全部都可以吃 这算不算也是蓝莓的一怪 可食用率百分百 可是说了半天 这两怪都是蓝莓本身具有的特性 也不光是长在大连才有的 您再听听这第三怪 目前来讲最早下的蓝莓 和最晚下的蓝莓 特别三份吃的蓝莓 应该是我们的手中下来的 而且是披量下 然后一直到这九月份 庄河位于北纬39度 而且兼具北温带湿润性季风气候 和海洋性气候特点 光照适宜昼夜温差大 包括土壤的酸碱度和土质 都非常适宜各种不同成熟期的蓝莓品种栽培 再加上当地采用了一些保护地栽培的措施 拉长莓的采收期 这就有了大连蓝莓的第三怪 石令水果半年采 蓝莓采摘回来后根据大小分级 按照国际上蓝莓产业的惯例 装成这样125克一盒的小包装上市出售 每小盒最低能卖到五六元 稀缺的时候高等级果甚至能卖到三四十元一盒 如今大连装和蓝莓 已被开发出蓝莓酒 蓝莓饮品 蓝莓罐头 蓝莓果酱 蓝莓干 蓝莓片等 具有高营养价值 高竞争力的身家工产品 大大提高了蓝莓的附加值 成为大连现代都市型农业发展的样板 吃过几次呀 吃过几次 三次就是很多次是吧 我们家天天有 吃的对眼睛有好吃 我感觉 如果您以为蓝莓只能鲜食 或者购买现成的蓝莓制品 那就错了 其实它的第四怪 就是吃法千奇又百怪 如果你是普通青年的话 你可以把蓝莓洗一洗直接吃 而文艺青年呢 凡事都讲究情调 当然要来点特别的 你可以制作蓝莓奶昔 如果你是一个天马行空的人 自然可以把蓝莓随心搭配 最后呢 如果你是一个懒得自己动手的人呢 那就只好推荐你 到外面买现成的啦 如今在大连 随着蓝莓的价值 越来越得到消费者认可 去蓝莓园观光采摘 也是市民休闲旅游的好选择之一 光是庄合市 蓝莓产业年产值就超过了20亿元 被辽宁省政府确定为 一线一叶示范线 仅蓝莓一项 农民人均增收3000多元 这庄合蓝莓很有特色 它们的培育目的呢 也是相当的明确 就是要让它的特色更加突出 所以呢 它的市场表现也更加突出了 好了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个突出的 在湖南省新晃洞族自治县 生活着两种牛 一种是黄牛 一种是水牛 大小差不多的两种牛 谁的力气更大呢 为此 我们专门做了一个小测试 预备 开始 一般来说在大小差不多的情况下肯定是水牛 水牛的力气会比较大 但是您看今天这个比赛的现场啊 绝对是黄牛完胜 嗯 别的地方的这个黄牛力气怎么样呢 我不敢说 但是在湖南省的新晃线啊 我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 这黄牛的力气啊 确实是非常大 论体重 论个头大小 水牛都略胜一筹 可比起力气 却偏偏败给了黄牛 新晃线的黄牛 为啥力气这么大呢 张怨正想上前仔细打量一番 哪想到 没见过市面的黄牛 害羞得很 一路小跑 躲得远远的 张怨一路狂追 可哪里追得上啊 看来 这儿的黄牛不仅身体强壮 力气大 跑得还快呢 终于找着我的对手了 你看 我这费了半天劲爬上来啊 人家已经在这 非常悠闲地吃草了 我这才发现啊 原来他们每天都是在 这样的环境里面 爬上爬下 你说我能不输吗 那眼前这些身强力大 能奔善跑的黄牛 到底有什么特点呢 看它的外形 外貌来看了 颜色 皮肤 它的全身是防射的 脖子短 它的脚呢 它是比较短矮 它肱牛呢 它都是向外扩展 母牛呢 是向内 再一个它 四肢 前肢比较短 抽 大 后肢呢 它就是长 小 它就是新方的 主要是以山地为局 适应于它爬坡 那样它的体型比较小 但是它适应于山区 干活泥呢 它强 新黄县是山区 山高坡斗 生活在乡下的黄牛 每天穿山越岭都习惯了 牛的身体自然强壮有力气 所以当地人更习惯把这种黄牛 叫做跑山牛 跑山牛善于跑山 原因是这里的庄稼地快小 而且分散 甚至在半山腰上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跑山牛可是庄稼人离地耕田的好帮手 你看我发现这个牛的背上还有一个鼓出来的这个 一个小包摸上去好像都是这个肉 这个是梅头牛身上都有吗 这个红包母牛没有 只有公牛才有 才有 公牛年龄大了才有 越大 这个红包就越长 越大 这个是有什么用吗 庚田的时候 有一个喃喃 把它挎上 它这个包越大 这个喃喃越紧 更有力气 我们山地啊 天都很远 一次人都累了 累了 然后还留下牛肩 那以后能爬爬 以前跟八母爹 好像都没意思了 最近几年 小型机器化逐渐替代了跑山牛的传统作用 可是跑山牛的关注度不但没降 反而热度越来越高 原来新黄洞族自制线的黄牛肉也是远近闻名 而且在牛肉的做法上 洞族人也有一门祖辈传下来的好手艺 杨大姐过去养牛 为的是帮家里干农活 现在家里还养黄牛 为的是做生意赚钱 如今 她在新黄县经营一家农家乐 主打的就是黄牛肉 每个周末 都有不少城里人到这解馋 我们在家里面也经常炒牛肉吃 我们这边生产的都是黄牛 一般都是选黄牛肉 因为牛肉它含蛋本质比较高 越焦越香 我们经常有吃的 因为我们本地就很喜欢吃这个黄牛的菜 没有这道菜我们农家乐就开不起来 就不能为黄牛啊 黄牛肉 随着当地人对牛肉的热衷 新黄县的跑山牛也转型了 由以往的羹牛变成了现在的肉牛 功能变了 不变的是当地人养牛的方式 这里养的牛已经习惯了满山跑 关键是跑出了一个产业来 跑山牛身体结实强壮 肌肉韧性好 这些特点现在都成了提高身价的砝码 新黄县的一家牛肉加工企业 就看准了这一特点 专门用跑山牛肉 开发了一系列的休闲牛肉食品 用跑山牛肉做出的产品 有嚼劲 也成为它们最大的一个卖点 买了好多种口味的 什么香辣的 还有泡椒的都买了 湖南这边都比较喜欢吃辣的 很好吃经常来买 买一趟新花 带点特点回去给朋友尝尝 它嚼起来比较香 而且越嚼越有味 当初让牛肉加工企业头疼的是 跑山牛的养殖数量有限 原料供不上 如果改用其他品种的牛 口味又不对 这样一来 跑山牛可是成了稀罕物 收购价格一涨再涨 可情况真像企业说的那样吗 如今新黄县的跑山牛是远近闻名 牛肉的品质成就了加工企业 反过来有了龙头企业的带动 跑山牛也成了当地 动族老乡家里的致富牛 一年就跑出了四个亿的财富 六点多钟放下来 到下午五点多钟又来收 牛到山上去吃也吃 或者地下去杂草 我一年可以卖个三四头牛 养个七八个月 平均下来可以赚个两万多块钱 到目前为止 我们全线养房牛 14.3万头左右 我们去拿来五点二四万头房牛 那么整个产值 四点五六亿 通过身价工 是我们群中的销售牛的时候 它的价钱上比平常没有加工性的时候 能够提高每一斤 大概提高一块钱 那么人品循数月 养牛循数月 到了七百三十九 在我国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史中 各地培育了不少优秀的异用黄牛 那在当下的经济转型中 如何能够把异用黄牛转化为肉用黄牛 就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了 那今天我们看到的跑山黄牛 就是当地转型比较成功的一个例子 那各地的具体条件也不一样 我们介绍的这个例子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适合本地的转型途径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 请关注央视网以及农视网 我们下期则会 山清水秀盖别墅 别墅里边住着鸡 如此尊贵为什么 只为鸡蛋更珍奇 每日农经栏目明天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